一顆老鼠死壞一鍋粥 徐家田 真的離譜到極點 結果徐家田面對這個受害者 他竟然第一時間講什麼 我能做什麼嗎 對於國民黨最好 或侯友宜最好的選擇 在7月下旬 應該是23號吧 全代會之前 如果國民黨要想要還有活的元氣 自我了斷 哎呦 是最佳的選擇 因為如果不自我了斷的話 完畢之後 這一次的一個情況 國民黨真的要付出代價 死亂中棄者 終必要付出代價 而這個代價 侯友宜承擔不起 朱立倫也承擔不起 怎麼可以了斷嗎 講講講 自我了斷就是 你侯友宜找個理由 新北的治安太差了 新北的某個地方太差了 我還是對選民有承諾 我還是覺得 謝謝黨對我的徵招 我還是以新北為重 然後世家說朱立倫你去想辦法 那你朱立倫自己要承擔是你的事 郭台銘的狀況是什麼 郭台銘他現在你可以看到 他等了十幾天之後 重新出來叫創業 創業就太有趣了 他創什麼業 郭台銘是靠什麼起家的 連接器大王 連接器是非常low end的 但是非常需要 當時郭台銘做這個連接器的時候 沒人去在乎他 可是你沒有這些連接器 你USB上不去 你的GPU上不去 連接器大王 所以郭台銘你現在看得到 他的身段和手段有很多狀況 是還要改進 但他是在做一個連接器 在連接器什麼 他在連什麼 他在連什麼就是 本來新門那一場 那是民眾黨的現場 那是柯文哲的主場 但是他搶掉了所有柯文哲的光芒 柯文哲心裡一定不爽 但柯文哲不敢得罪他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狀況就是 現在來整合所謂非綠 不是你國民黨 國民黨出局了 那柯文哲想要整合 但是柯文哲能夠完全吃掉 國民黨的票不可能 然後郭友宜能夠吃掉柯文哲的票 吃掉郭台銘的票不可能 但是郭台銘中間 當然還做了很多調整 最後連接器 而這連接器的話 也許不會贏 至少不會輸到這麼難看 郭台銘現在要開 青年創業做團會 布選的最大 但是布選我有選總統的格局 和活動 所以郭台銘他用他的身份 新年創業做團會 辦台灣辦到走透透 那到時候 國民黨的人會不會去趁會 柯文哲的人會不會去趁會 我可以講連民進黨的人 都有些人要去趁 所以他這裡面 就形成了一個壓力 而這個壓力 就是他也許不是選總統 但是在這個裡面的破壞力 侯友宜和朱立倫 你才知道 你們玩那種宮廷政治 在21世紀裡面的代價會非常的大 民進黨 我們今天要談到今天的新聞 裡面有個核心角色 就是那時候婦女部的主任 叫許家田 真的離譜到極點 一顆老鼠死壞一鍋粥 結果許家田面對這個受害者 他竟然第一時間講什麼 我能做什麼嗎 然後又講說我自己過去 也有這類似的經驗 在那邊講講講 第三個說 那你怎麼不跑到華山大草坪 手切手一起練習大叫 把叫出來就沒事了 最離譜說 那你當下為什麼不跳車 高速公路 你怎麼叫做男的跳車 然後後來暗侃這個叫做吃暗 你們民進黨人都死光了嗎 只靠一個許家田嗎 他只有跟許家田講嗎 你們沒有一個機制嗎 你們有一個姓平機制吧 應該有吧 讓人家沒有管到 現在要問的是賴清德 你要知道大家希望你要做什麼 因為你賴清德 你要建立的是威信 威信是你的道理 你的黨紀 你的價值 是完全不可動搖的 怎麼是停職調查呢 副秘書長又不差一個免職 然後宋忠平會 也許我們不能定驗 但是宋忠平會調查 你賴清德 你躲在那邊 發幾個新聞稿幹什麼 難怪的大家 為什麼你起不來 沒有威信 民進黨是雙標黨 自從民進黨上來之後 只要是國民黨或過去親民黨 是桃花的時候 國民進黨的標準都很高 如果是國民黨的一個 做這種的被包商 你看國民進黨的角度是什麼 這就是大家看不起民進黨的地方 然後李正浩現在這個事情 也偉大不掉 有700多個你們自己黨內的 在發動是說 就是叫你們另外做考慮 這個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到 賴清德的權威是被挑戰的 在那邊 就像是國民進黨的 只要聽到 在那邊 更多的 更多的 在那邊 在那邊